拿过来 炒东西 给你点啊 怎么还要打人家 管他们谁啊 大家好 视频开头一幕 一名男子就因为排队买早饭 不想排队 直接就把别人的饭抢了过来 这明显的就是强盗行为啊 所以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听听这个音乐 看看这个场景 妥妥的就是老北京的生活啊 视频中这个一边走路 一边和人打招呼的就是我们视频的主人公 在这里 我们就喊他一声老大哥吧 他这个老大哥当的可是 实至名归啊 因为人家年轻的时候 那可比老大哥还要老大哥呀 今天让他碰见这些小混混 抢别人东西 他怎么能不出手 那既然大哥出手 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呀 哎 鹏哥 老鲑鱼 老三叶 得嘞 你拿好 还有这袋码 拿过来 老东西给你点 怎么 这怎么打人呢 这怎么打人呢 打人呢 啊 打人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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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分个下来厚点 啊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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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要听听这个商贩的说法 商贩老老实实的说道 是人家阿姨先过来排队的 终于到阿姨了 刚要把饭递上去 谁知这个嚣张 难以把救给夺过去 所以就出现了大哥所看见的事情 大哥一听 什么都是这几个小混混的错 今天还能轻易地放过他吗 但是这先来后到的 你别给老子废话 没事溜你都弯去 少什么都管这事 年轻人争据劝 连老子老子 我跟你爹岁数都差不多 肩上留个缓缓 道理啊伤的是 鹏哥是吧 我知道 你们那套早就过时了 现在是我们年轻人的时代 小子 不管到哪个时代 都得想个灵 你打他一巴掌 大伙都看见了 现在 你当着大伙的面 给他道个歉 这事算完 我就不道歉 你能把我怎么着 你出得了这条街吗 小混混终于道歉了 虽然他这个道歉 道得心不甘情不愿的 大家伙听见恶人终于道歉了 也都拍手叫好 看样子 社会上还是好人多 有正义感的人最多 就是这个小混混 就此以后 能知错就改 好好做人吗 这个问题想都不用想 他一定还是不服气 这个毛费气 怎么样伯伯 还有没有钱款呢 等着 你拿去 喂 龙哥 我最近遇见的事 能不能借我两千块钱 行 哪个地方等你 北京情零下六到四十 二斤情零下二十一到零下十 长春情零下十八到零下九 沈阳情零下十七到零三五 内 情零下四五到三五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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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这起这么早 可以出点事 什么 你留住两个人吃饭 好嘞 爸 我拿两千块钱 我给兄弟有点事 儿子突然要这么多的钱 老父亲怎么着也要问问 要这么多的钱干嘛 谁知儿子直接就不耐烦了 还说那是他八败之交的好兄弟 还八败之交 你知道什么叫八败之交吗 父亲看看他们的八败之交 再看看儿子交的这些狐朋狗友 无奈地叹叹气 又把钱拿出来了 这个已经花钱 再要 可就没了啊 知道了 走了 走了 说 鹏哥 现在这帮小兔崽子做事 可没有规矩 回头 别让阿伦再吃了亏 不让他吃点亏 怎么能认真社会 咱们年轻那会没人管 不也都过来了吗 哈哈哈哈 伯伯 伯伯 你可算来了 钱带了吗 我 文哥 你真帅 回头 请你吃大餐 咱们可是兄弟 都是这么建议的话 对 咱们可是八败之交 我 扯 扯子 扯子 下午前 什么时候还啊 大哥的儿子问他八败之交的好兄弟 为什么这个小胖子问他要钱 好兄弟的谎话也是张口就来啊 不要脸的说道 这个小胖子天天的欺负他 有事没事的就要问他要钱 儿子一听瞬间就不淡定了 敢问他兄弟要钱 他第一个不让 哥 看你教训的吗 真痛快 那必须的 欺负我兄弟 能好是吗 哥 你没事吧 能够啥事啊 不过这俩人其实挺耐造的 谢你了哥 谢啥呀 咱都是兄弟 行了 我先回来了 回到宇室打电话啊 好嘞 这下 连钱都不用还了 阿伦 下个月我过生日 你送我的花吧 那都不是事 你真好 我想吃海底捞 咱们去吃什么 嗯 海底捞是吃不了了 我把钱都给伯伯了 你还想不想出来 天天兄弟长群那短的 你不会准备让我扶账吧 你先垫上 回头我再给你啊 跟你的兄弟过去 再见 哎 喂轩 咋了 电话一接听 不用问 又是他的好兄弟来借钱了 儿子说他没有钱了 钱全部给了女友 好兄弟一听不乐意了 又开始拿出 他们是八拜之交的好兄弟 这回他是真的有事情 求求帮帮忙 儿子听到八拜之交 心又软 转身就问需要多少钱 他会给找 这下子又中紧了 对方听见鱼上钩了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又给你转过去 行 那你可得抓紧了 媳妇下午有钱了 你买香料 太好了亲爱的 爱死你了 好吧 说得多往回了 没点贵 啊 爸给我拿三千块钱 你这上午刚要两天又要三天 干什么呀 兄弟家有事积蓄钱 我这做兄弟的 总是眼睁上看着不管吧 你左一个兄弟 又一个八百匹交 你懂个屁 你根本不懂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快给我吧 不晓得 父亲知道说的再多 儿子不但不会回头 还会一直把那个吸血鬼当做兄弟 所以父亲为了让他认清 什么是真正的兄弟 只能给儿子打个斗 如果是儿子赢了 下个月的零花钱翻倍 但是儿子心里很是着急 转身就走了 去别的地方弄钱去了 这不就来到了他的阿姨这里 里边跳完过来结账 啊 黑衣 我发现您最近越来越年轻了哈 这要走在大街上 回头率得老高了 就你嘴甜 说吧啥事 三千兄弟就急 你呀什么狗屁兄弟你懂什么 你怎么跟我老爹说话一个样呢 你们不懂 你不懂 三千只多不少嘿 嘿您先忙小的告退嘿嘿 多少三千知道了 哎你这个 这老套 儿子刚刚拿钱走了 转身他的老大哥又来了 他们两个一看就是有事情 老大哥可以把一切都给这个黑衣 唯独不能给他一个身份 而黑衣为了所谓的爱情 选择这样一直的过下去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我跟你说啊 那儿子可真该好好管管了 管你嘛 管他们谁啊 老儿啊 你这香脸去 自来的 哎 哎 卢哥 快快快 博博 早晨刚过要完钱 你又来借钱 你要干啥呀 快戴上你这香 快别提了 龙哥 还不是因为他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给 给你去吧 稍微重一点啊 走了 那点啊 龙哥 小儿 老娘等了你这么久 这边什么时候作的名字 这边的雷系 下边的环节 也好 少年那天死我 黑衣看见老大哥的身影很是无奈啊 心里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但是这一切都是他自己愿意的 他无怨无悔 转身 这边老大哥正在和他八败之交的好兄弟一起愉快地玩耍 而他的儿子也即将遇到危险 老大哥也儿子见识到 什么叫八败之交 别废话将让你军的 再将死齐 你这老老头 不玩了 爸 你昨天说他赌还打过 随时 怎么赌 打电话给你军的收入 就说你只用钱 看有没有一个报应 你这不是军南人吗 他们哪有钱啊 他们没钱 你就有钱了 你不也是站在你老爹吗 读 你们输定了 下月雷花钱 分贝 这小子 来先上去 儿子这边出了事情 到处借钱 却是四处碰壁 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他 这就是现实社会 一分钱难道英雄好汉 当初那些所谓的好朋友 你有钱的时候 你们都是好兄弟 没钱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谁是真正的好兄弟 父亲听见儿子借钱的消息 只是笑了笑 很有深意 就在这时 儿子想起来了他的八百之交 喂小轩 在哪儿了 喂轮子我在医院呢 陪我对象的 我这出了点事 需要三千块钱 能有吗 呃这个我给你想想办法吧轮子 好吧 快点我这急用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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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是什么男朋友啊 人家还没有说什么 只是摆了摆手 就把自己的女朋友给丢下 所以广大女性朋友们 找男朋友的时候 要好好地擦亮擦亮眼睛 可不能找这样的男朋友 女朋友都被人拉走 这边 老大哥看得出来儿子很是郁闷 只能来好好地说到说到他 双卡的茄子 别人的 啥主的事 没人帮我你满意了吧 你怎么才来啊 这么着急啊 找我干什么 我女朋友都被别人抢了 我能不着急吗 谁这么不给面子 就你们那天晚上一起打牌 输给他们钱那伙人 那怎么办 对了 打架 那还得找他 走 行了 想他记着 别张嘴闭嘴 八百之交的 兄弟这俩字 都是用嘴说的 老了 那都喝了 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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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有急事 在家吗 找点心 知道了 儿子嘴巴上说知道了 他真的就知道了吗 听见外面八百之交的好兄弟 一声一声的叫喊声 他是不是又要开始迷失自己了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们会得到怎样的惩罚呢 伦哥 我们知道你一件空门 专门凑了点钱 是吗 对对 钱刚拿到手 就被几个小公子给抢了 真的 真的 我们可是八百之交 那能骗你吗 我又知道你们不是完完复义的人 咱们得把钱要回来 那我安成终于的钱 走走 爸出去一趟 老伙计们 出去溜溜吧 哎 快放进了吧 一会啊 我再带你啊 更开心去啊 什么呢 就是他们 哎 站住 说你们的 小崽子看谁呢 把钱拿过来 你这磕起来啊 磕到我头腰了 你也不打就打 这 嚣张难以声口哨 叫来了一群的人 这下看看儿子和他的兄弟们要怎么办 我不对 应该说是儿子要怎么办才好 因为他身后的这些兄弟在看见真的有事的时候 早就转身跑得远远 只留下儿子一脸的无奈 看看他这八百之交真是空有虚名啊 我想来打的 别以为你们人多 我们就怕你们把钱拿过来 是吗 看你后面 小崽子 是你记得 有的吧 哎 让他 get out get out look baby get out oh bit get out get out ok get out the way hey hey oh kids get out tee get out 老七 你们这帮小挖蛋的都藏兵了 水呢 为你话呢 哎 送开我哎哎 哎 痛痛痛痛 痛痛痛 痛痛痛 痛痛痛痛 我放开我大哥 我看你们谁敢动 哈哈哈哈 就看看你们到底谁敢动 这才是真正的八百之交 真正的好兄弟 这时投金男小生的说出了大哥的身份 大家纷纷害怕 转身就想跑 不归他们管 咱们大哥见了他们都得叫成叔 啊 那咋办 收 说 我们跟他也不熟 你该怎么处理就这么处理 我们先走吧 闭闭闭嘴 疼吗 他疼 我最烦你们这种欺负老师的小后门 他这个手指头 绝对没有用 舌了吗 舌了 舌了吗 正好那我就让我泡酒吧 别别别哥 不是说 知道错了 以后再让我看见 我可来真的了 滚 臭小 臭小子 那八拜之交兄弟们呢 好了 知道八拜之交什么意思 第一拜 知音之交 第二拜 文景之交 第三拜 交机之交 第四拜 金属之交 第五拜 末华 所命之交 第六拜 生死之交 第七拜 管报之交 第八拜 妄言之交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没有谁的尊严 是被别人无情的践踏 不是别人给你计较 而是你触碰了别人的底线 这样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我做的生命 所有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模仿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